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都是不老的传说呀 我们这二十年前呢 看他们四个人就是这个样子的 现在看还是这个样子的 我好像这个岁月怎么这么青睐他们 这么偏爱他们 一点都看不出来老的痕迹 真的是到了这个一定年龄之后 好像女性的这张脸孔真的是太重要了 我觉得现在是一过这个一定的岁数 脸上就会出现很多的问题 比方说有时候脸色苍白呀 然后还有一点黄气 发黄有没有 对 更讨厌的就是这个青春痘 有的时候偶尔还冒你冒你 你已经青春不在了 岁月如刀啊 刀刀催人老 还有更讨厌的 这多少年的沧桑在脸上最容易显现出来 所以说起来这个女性啊 上了年纪之后啊 各种各样的皮肤问题真的是挺多的啊 你看常见的就会像面色尾黄 苍白 长了色斑了 或者是长了错疮了 不过没关系啊 找到适应于您自己的一些食疗方 或者是中医药的方子呢 我们是可以把自己的这个颜面啊 调整的容光焕发青春不老的 有什么好的办法呢 先给大家请出今天的专家 是来自于北京中医药大学的 何娟教授 欢迎何娟教授 欢迎何娟教授 来请坐 脸色不好啊 或者是脸上长了一些东西的话 都会觉得我最近是不是做的这个皮肤保养不够啊 那从中医的角度会怎么看呢 实际上脸的问题 它是一个全身的反应啊 这个我们说人365落 这些上肚于面 我们全身的气血情况 气血的运行状况 最容易在面部表现出来 那么气血充足于否啊 气血运行是不是通畅 那么它就会在面部有一定的呈现 它的色泽 那么皱纹 那么以及色斑 啊 错窗 实际上它都会在相应的这种位置 反映的脏腑的功能状况 所以啊 脸的问题 实际上是全身问题的一个反应 那咱就先说说这个面色尾黄哈 您说那个尾黄是一种什么样的颜色啊 我们中国人是黄州人 皮肤稍有点黄 所以呢 健康的面色呢 就是白里头红 或者是什么呢 这个黄里边有红月 那么什么叫这个尾黄呢 黄丁丁丁下过一个定义 就是对我们的黄皮肤 应该怎么样是最健康 叫做黄欲如锣裹雄黄 不欲如黄土 锣裹雄黄是什么 锣就是那个丝绸 白色的丝绸 我里边裹着雄黄的那种黄 也就是说我们正常人的脸色 应该是两个要点 第一个它是有光泽的 第二个是发亮的啊 发亮的这种颜色 不欲如黄土 什么叫尾黄 像黄土的那种颜色 黄里边又带着稍微点 暗的这种色彩 就是一种尾黄 这是一个自然规律嘛 在生活当中 这个年纪大了之后 都会被人称之为黄脸婆嘛 怎么好不喜欢听这个名字呀 但确实是有啊 好像过了三十五六岁吧 慢慢慢慢脸就越来越霸黄了 到底这个面色尾黄 是什么样的原因引起的呢 来咱们看第一个问题 那面色尾黄最有可能 是因为什么原因呢 是肾气虚还是心气虚 还是脾气虚呢 来先抢一百位观众 请表达一件 你刚刚说你家有黄脸婆 我妈妈嘛 没有办法 因为她操劳了这个大半辈子了 确实是 所以现在要好好地对待她 让她在家里好好地保养自己的身体 对 我觉得我妈妈也是 也有这个问题 我觉得她们是不是因为心累呀 年纪大了 操劳的心气虚 操心啊 会不会 我认为是肾 肾不好 都知道肾是属水的 那形容一个小姑娘 说这个漂亮 气色比较好 我们都形容她什么呀 水灵灵的 这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 肯定肾气不足了 那水就不行了 就不足了 脸色就越来越黄 所以应该是肾气虚 对 那好呢 咱们来看看一百位观众的看法又如何呢 超过一半的观众都认为是肾气虚了 还有接近三分之一的观众认为是心气虚 那到底是因为我们身体哪一个地方有毛病呢 答案是 是脾气虚了 哎呀 我们现场只有十七位观众答的是这个答案 这个脾气虚为什么会造成面色伪环啊 因为实际上这三个脏器啊 它的功能属性各不一样 那么肾气呢 实际上是人体生育活动的一个原动力 那么在主持人体的这种 这个整个的生长发育啊 生殖系统 那么促进人体的整个的功能活动方面有一个重要作用 但是人体的气血是由谁化生的呢 是由脾化生的 中医说脾胃为气血化生之源 所以呢 当这个脾气虚了之后 这个气血生的少了 我们就会出现什么呢 面色伪环 当然就是刚才他们两位说的就是到了一定年龄 可能这种现象比较普遍 因为到了一定年龄 人体的脏器都在衰减 所以呢 肾气虚的症状有 心气虚的症状有 脾气虚的症状也有 脾气虚的症状表现出来的可能最典型的就是面色伪环 它有的可能年龄不到 也就是说我还没有40岁 刚30多岁也会表现面色伪环 这个就和别的原因有关系 你比如说这个像我们刚才那个那两位嘉宾提到的过度操劳 每天非常累 或者是什么呢 思虑过重 每天就是大量的用脑的这种工作 或者是什么呢 一种慢性失血 你比如说崩漏 长期慢性失血 这样呢 气血的耗伤都非常多 所以呢 它不一定到了一定的年龄 就是我自然的这个脾气虚了以后 它会出现这个面色伪环 它就是什么呢 这个由于其他原因 我直接耗上气血了 也可以出现面色伪环 还有什么样的一些身体上的毛病出来了 也意味着脾气虚了呢 也会影响到我们的面色呀 一般只要是面色伪环的人 一定是什么呢 他气血不足了 气血不足 他就会出现一些什么呢 人体其他的一些症状 比如头晕 气血不能让上龙头目出现头晕 比如说肌力减退 觉得自己的这个记性越来越差 还有失眠 还有心慌 那么这些呢 都意味着是脾气不足了 那我觉得现在好像中年人啊 您看上有老下有小的 自己的工作压力又那么大 好多人都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上了年纪又更不用说了 所以就是体现在中老年女性 这个问题真的挺多的 想想折 这怎么办 所以这个面色的伪环的这种情况 该怎么调整才行呢 所以我们可以用两个办法来进行调补 一个呢就是通过补脾气的方法 补脾胃 补了脾胃以后啊 气血化成的多了 就可以这个 这个什么呢 改变面色 再一个呢就直接补血 中药里面有很多直接补血的这种药 那么这样呢也可以 给大家推荐两个粥吧 一个是叫做补血养颜粥 就是这里边啊 你像红枣 龙眼肉 这两个药 它既可以健脾胃 也补脾胃 也可以直接补血 我就平时这个吃点这个干的这个龙眼肉 它都有补血的作用 当然做了粥之后 它吸收力量会更好 那么里边山药和薏米 又有补脾的这种作用 紫米也有养血的作用 所以整个这个上面这个方子啊 通过什么呢 一个是两个途径 一个是补脾胃 第二个呢是直接补血 它有一个非常好的改变面色 不养气血的这种作用 那么下面这个山药南瓜 精米粥也可以 山药南瓜精米粥 这两个药 山药南瓜精米 这三个啊 合起来 主要是以补脾胃为主 所以它是一个慢性调理的一个 一个药膳 那咱想快点 还不是直接补血呢 您看推荐一些什么好的方法 如果是直接补血的话 这个你比如常见的啊 鳄胶 鳄胶 露血 我们完全可以自己做这个 芝麻鳄胶膏 鳄胶膏这个可以自己做 这个就是它的配方 这个我把这个鳄胶 选上150克 红糖 然后黄酒 当然后面那是属于辅料了 像芝麻和核桃仁 你可以随便加 你也可以加龙眼肉 也可以加枣泥 这个等等其他的 主要好吃的松子之类的 你也可以加 这个目的是什么呢 也加强它的补的作用 也好吃 然后呢 怎么做呢 这个先把鳄胶放到黄酒里边 这里边黄酒呢 是按照这个什么呢 这个三比二的比例 也就放上一部分水 三分之五分之三的黄酒 五分之二的水 这个浸泡一晚上 泡上一晚上 也就泡上这一晚上 第二天之后啊 这个鳄胶 成块的鳄胶 基本上就融的差不多了 剩下一小部分 这个没融的 怎么办呢 就是放到蒸屁里边 我这个放到碗里边 再加到蒸屁里边 大家要注意不能直接加热 你说我放到锅里边 直接熬 一熬就黏锅了 就钉锅了 放到蒸屁里边蒸 一般蒸到这个半个小时左右的时候 这个就大部分都融了 你就开始搅 把那个这个这个鳄胶 用筷子用勺子在那搅 一直搅到什么呢 没有一点什么呢 粘质 完全都非常均匀了 这个时候就可以拿出来 这个当然这个泡的时候 蒸的时候 你就可以撒上我们那些 小果仁啊 小果仁 猪马呀核桃仁之类 都可以撒上了 然后放凉 这个拿出来以后 这个等了凉以后 放到冰箱里边 它就成了果冻了 就成了果冻了 对 半固体的 半固体的 然后每天拿出来 我这个款上两勺 放到这个热水杯里边 热水里边一熔 喝了以后 就是非常好 那看看在中医按摩保健方面 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也可以帮助我们调整气色呢 我们让何博士介绍给您 有请何佳 好的 小姐 那么刚才啊 专家已经提到了 说这个 如果这个面色变得伟黄 气色不好 很多人呢 是由于这个脾气虚 所以呢 我们就要教大家一些 健脾的穴位 首先第一个穴位 当然就是大名鼎鼎的足三里 我们把这个膝盖啊 曲到90度 那么我们可以摸到 在这个病骨的两侧呢 有两个小凹陷 那么这个呢 叫做膝眼 我们找到外吸眼 外面的这个吸眼的位置 然后呢 在它的正下方 四个横指的距离 好 这样 那么这里 在我们的这个颈鼓的外面一点点 这个位置 就是足三里 那么这个足三里呢 它是足阳明胃经上的一个穴位啊 那么经常按摩这个穴位呢 它就可以起到健脾的一个作用 所以呢 它和这个美容还是有关系的 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个穴位 叫做三阴胶 三阴胶在什么位置呢 还是在小腿上 那先找到自己内侧的 这个踝骨的这个位置 脚踝的位置 那么在脚踝的这个踝肩上面啊 也是正对着上方四横指的位置 在这里啊 也是在颈鼓的后缘 这里有一个小小的凹陷 按摩起来呢 应该有一点酸酸胀胀的感觉 经常按摩这个三阴胶啊 不但可以起到补皮的作用 同时呢 还可以补肝养肾啊 所以呢 对这个全身的这个经络啊 都是很有好处的 那么除了这两个穴位之外啊 我们还有一个办法 那么就是干手洗脸 我们专业的术语呢 叫做浴面 沐浴这个面部 怎么做呢 来把两手搓着 搓搓搓搓搓 然后呢 开始在脸上按摩 顺着鼻梁的两侧往上 额头揉一揉 顺势下来两颊 这个两个颧骨的位置 两颊轻轻的揉一揉 然后呢 下巴的下巴的位置 上唇的位置都揉一揉 大家可能也有这个感受啊 平常啊 如果身体哪不舒服 首先这个脸色就变得不好了 别人一看 哎呦 这个人气色不太好 是不是有病啊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通过按摩面部 改善睡觉循环 同时呢 刺激很多面部的穴位 来改善我们的气色 那么这些呢 就是我们告诉大家的 可以通过健体 那么改善气色 改善容貌的一个方法了 希望大家多多的坚持 都是貌美如画 好了 下期 好 谢谢何佳博士的推荐 说完这个问题 我们还要谈一谈 很多人你知道吗 就是面色苍白 但是我们常会说 说面色白不是挺好的吗 俗话有一句话 叫做一白遮白丑 白了是还是比较漂亮 但是呢 这个要看怎么个白法 白里是带枯的一种颜色 也就没有光泽的一种颜色 如果是那样 实际上就是一种病态的色彩 说白了就是贫血吧 是跟贫血有关系吧 这个贫血可以引起来苍白 但是更多件的是气虚 气虚了以后 这个无力推动这个血液的运行 它这个气血到不了面部 它就会出现面色苍白 因为我们的面部 你想心脏是在下面 我的血怎么样才能够到达面部呢 这就像是这个水 是自然的地方低处流 那么我这个井里的水 我怎么样才能够给它提上来 可能我们一种方法就是用统达水 另外一种方法就是水泵 对吧 我们的心脏就相当于那个泵 这个泵呢 它能力量我们把它称之为气 中医的这个名称给它命名为气 所以当气虚的时候 这个血上不来 就可以出现什么呢 这个面色施养的这种面色苍白 最常见的就是气虚 那所以咱们来看看 对于面色苍白的这些朋友 用什么好的一些食材啊 药材啊 就可能帮助您生气 来看看下一个问题 面色苍白适用于以下哪一种股品呢 是黄旗当归还是三旗呢 来现场100位观众请表达一件 这面色苍白大部分的时候都是因为身体里面有贫血吧 血那个血液不够啊 然后啊唇色也会开始发白啊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当归嘛应该是 因为当归是补血的啊 大家都知道 如果说从字面上来了解的话 我会选择当归 因为气血不足嘛 这人呢很疲倦很虚弱 当然应该回家啊 回家好好休息 但是不会选它啊 因为对于这三种啊 我都不是太了解 从三七开啊 选三七 看看100位观众是否清楚这个问题啊 接近一半的观众都认为是单规最好 也有三分之一的观众认为是三七 也可以调补气色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药材 可以帮助您来调补呢 等一下广告让专家来告诉你 好欢迎大家回到这张电视台的健康追逐节目 要说到气虚的话呢 我们就得来想一想通过什么样的一些食补的方法可以补气 什么食物呢 黄旗呀 黄旗骨气 作为气虚引起来的面色苍白 最合适的是黄旗 黄旗叫做什么呢 补药之掌 补气的作用非常强 是因为黄旗这个名字的来源呀 有两种解释 一个认为呢 这个旗字啊 就是同那个 就上面一个老 下面一个日 就是这个活的时间很长的意思 所以过去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会称之为旗 黄旗呢 由于它这个补脾胃 养气血的作用强 特别是补气的作用强 吃了以后啊 很容易长寿 所以呢 叫做黄旗 这就是黄旗啊 颜色是黄的啊 这个这个中药材 这个所以呢 它这个作为黄色 凡是黄色的食物 一般认为啊 它是入脾的作用非常强 补气的作用非常强 所以呢 这个这个黄旗是首选 说到这个黄旗 我想再追问一下啊 这个黄旗应该怎么用呢 特别是您介绍一个食补的方法 这个我们可以用黄旗啊 做些药膳啊 这个做药膳呢 这个你比如说凹粥啊 补虚正气粥 这个怎么做呢 这个因为它是一个 这个属于黄旗那个 那个那个 植物的一个质干 那一部分 所以你直接给它扔到粥锅里面 它再煮它也不烂 也没法吃 这个做粥的时候怎么做呢 这个我取三十颗黄旗 还有人参 卖冬啊 都一样 或者是你单用黄旗也没有问题 先拿它煮水 先拿它煮水 哎煮上它三十分钟之后 把这个渣子扔了 光用那个水再来凹粥 这个卖冬和人参 那人参不一样 人参是可以吃的 烂到一定程度 它就可以嚼嚼吃了 这个卖冬也是这样 所以啊 这个我们可以 这个来一个补虚正气粥 经常喝这个粥 哎 补虚的作用非常强 但是我发现 只要脸上长一个东西之后 就特别显年龄 就这般 特别讨厌 你像年纪轻轻的吧 它也不明其妙地长斑 比如晒个太阳啊 也长黄鹤斑 然后呢 比如说到了老年的时候 它就长那种小黑斑 叫老年斑 还有就是生完孩子之后 也是一大片一大片的黄鹤斑 所以你就好几个年龄段 都容易产生斑的问题 所以咱们得考虑一下 到底什么样的原因 引起了这个斑呢 来 咱们得对症下药 先找清原因 看下一个问题 女人脸上 为什么就容易长斑呢 是有寒 有热 还是有淤呢 来 先尝一下 给观众 请表达一件 我觉得你刚刚说了 晒一下有斑 那肯定是有热 对吧 然后脸上长斑 我记得好像是 就是黑色素沉淀嘛 那应该是属于血液流通 不是很畅 所以又是有淤 可是为什么会有淤呢 可能因为身体有点寒 流得不通畅 你想三个都选是吧 我觉得都有道理 我肯定是选择有淤 有淤 那中医讲究这个通嘛 要一定要通嘛 任何的这个气血流通的话 它就不会那个淤质嘛 所以你如果说 那个有这个斑的话 那肯定是淤质在那 气血不流通 不代谢了 肯定就是在那一块长了斑了 那我们看看一百位观众是否清楚呢 接近一半的观众都认为是 还是有淤啊 身体里面 那到底是不是有淤呢 看看专家的推荐师 的确 就是身体里面有淤 那为什么有淤会长斑 刚才晴天分析的有道理吗 有道理 这个 当然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说 有很多不同的解释 素素沉着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但是从中医的角度 就是因为什么认为血液循环到这个地方 淤质不行了 流质在这个地方 它就会出现色斑 这是认为最直接的原因 当然引起来这个淤的原因 它又有很多间接因素 你比如说寒 凡事公寒的女孩 一个方面它可以出现什么呢 这个月经不调 月经量少了 下不来了 这个或者是后期了等等 那么一般它就会伴随着脸上起色斑 这是这个含印起来的血液 另外我刚才讲了 血液的运行也和什么有关系 和气 气在推动着血液的运行 所以气瘀的病人 跟气瘀制 或者是什么呢 气虚的老年人一般都气虚 所以老年人一般都会有脸上 有老年斑 对吧 老年斑它就意味着 也就是我们可以反过来 这个瘀移导致了什么呢 脸上出现这个老年斑 只要是有老年斑 一定意味着它体内 有什么呀 血循环不好 甚至什么呢 脑里边一定有小的血栓 或者是心脏 这是面部的一个反应 这是面部的一个反应 虽然这些斑点都是因为由于瘀血造成的 那我们如果要去斑的话 我活血化瘀是不是就可以了呢 对 是可以的 也就是说我们有一些直接的方法 当然就是在这之前 要根据不同的情况来调理 你说我是这个什么呢 由于公寒 这个女孩有月经不调这种情况 然后脸上长半 可能我们首先要什么呢 这个治疗它的公寒 在这个基础上 我再加上活血药 可以用一款酒 一碗酒 这个酒呢就叫红花酒 这就是我们一般的红花 然后先给它洗干净 50克先洗干净 洗干净以后晾干了 一点水分没有了以后啊 这个用个纱布给它包起来 包起来泡到黄酒里边 然后每天摇晃一次 这样一周之后就可以喝了 一天喝上它30毫升 喝上这么一小杯 它改善面部色斑的东西就非常好 第二种方法呢 我们还可以用什么方法做呢 就是一杯茶 一碗酒一杯茶 这一杯茶是什么呢 就是用玫瑰花和清晨皮 这个玫瑰花茶 玫瑰花这个当然三朵有点少 你还可以多放啊 放上它这个这个什么呢 六七朵啊 清橘皮 这个清橘皮是指的什么呢 那个橘子清着的时候 玫瑰黄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橘子皮 它行气的作用 比那个黄了的橘子皮要强 力量要大 用这个玫瑰花和橘皮啊 泡水喝 这个玫瑰花茶 比较适合于哪种情况的这种色斑呢 就是由于每天老是是闷气 心情不好 这个单位压力大了 或者是夫妻关系不好了 或者是性格内向啊 等等 脸上起色斑了 就是气淤导致的血淤 当然还有一个更便捷的小方法 就是这个用那个鲜兔丝籽的汁 就是兔丝籽啊 我这个新鲜的那种 新摘的那种 然后给它这个捣乱了以后取汁 就涂在有斑的那种地方啊 哪个地方有斑 我就给它涂到哪个地方 哎 这个 它这个 去这个色斑的这种作用非常好 嗯 其实在古方当中啊 有非常简单的自制的一些小面膜啊 也可以有这个曲斑的作用 我们让何博士教给您具体的做法 邀请何佳 好的 小姬 这里啊 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个 自制的美容区斑的面膜 这个美容区斑的面膜呢 用到的原材料非常简单 做起来很方便 首先 这是 珍珠粉 那么另外呢 还要用到鸡蛋 不过这个鸡蛋呢 我们不是用全蛋 只是用里面蛋清的成分 好 现在呢 我们就来做一做 先把这个鸡蛋的蛋清啊 给它取出来 哎 不用太多啊 剩下的这个蛋清呢 咱们还可以再留着吃 蛋黄也可以吃掉 不要浪费了 一点点蛋清 先把这个蛋清啊 要搅散 好 搅成这样 就可以了 如果我们有个筛子呀 过一过筛把这个气泡给它去掉 效果会更好 然后呢 就加入这个珍珠粉 那么这个珍珠粉呢 一般来说 我们适量就可以了 加的太多呢 会太粘稠 如果太稀 加的太少呢 可能又太稀 糊不上去 好 加一些 然后搅一搅 那么这个搅的时候呢 可能要花一点功夫了 因为我们不希望这个珍珠粉啊 最后成团 所以呢 我们要多搅一搅 把它搅匀 为什么我们选用这两样食材啊 那是因为啊 珍珠呢 它在这个中英里面讲到啊 它可以这个安神 宁心 清热啊 同时啊 珍珠啊 还有这个蛋清呢 它的这个质地呢 都是比较细腻的 所以呢 它们还可以润则肌肤啊 如果原来这个皮肤比较粗糙的 我们用了这个面膜之后呢 它会让皮肤变得非常非常的细腻 啊 大家看一看 现在搅得差不多了 这个珍珠粉呢 和蛋清 已经融合到一起了 那么也是一样啊 现在搅完了之后呢 还有一些很小的这个气泡 如果我们用这个比较密的筛子 给它筛一下 过一过筛 那么这个质地啊 会变得更好 那么在使用之前呢 还是要提醒大家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 经常教大家做一些面膜 那么不管是什么样的面膜啊 在使用之前呢 都应该先做一个过敏的测试啊 比如说在自己的手腕啊 或者手背啊 或者胳膊 这些皮肤比较嫩的地方 先涂上 涂一会儿之后呢 来过上个十多分钟 看一看这个皮肤没有红肿啊 没有刺痛啊 骚痒的这些感觉 那么才可以往脸上涂 我来试一试吧 涂一涂 哇 这个抹上去的时候 已经感觉到很润润的这个感受了啊 这个我觉得感觉 比我用的这个润肤霜都好 摸起来感觉很舒服 滑滑的润润的 而且感觉啊 这个蛋清呢 它和皮肤啊 结合啊 吸收的很快 很快 你看 就已经在手上了 这个蛋清当中啊 也有一些成分的 这些蛋白质的成分呢 也可以帮助保水啊 那么很多的女性朋友都知道 这个比较容易保水的这些成分呢 它都会让我们的肌肤啊 吸满了水分 所以会变得更加的柔嫩 好 浮上之后呢 大约等个20分钟左右 等到这个面膜干的差不多了 用清水把它洗掉就可以了 那么长期坚持啊 那么这样的一个美容区斑面膜 说不定真的可以让你的皮肤啊 重回到这种青春少女的感觉哦 大家不放在家里 试一试啦 好了 小金 好 谢谢客家博士啊 但是我发现其实啊 到了这个年龄之后 有的女士就不长这个青春痘了 但有的女士特别奇怪 年轻时候不长 反而上了年纪之后 长这个青春痘 我们说就要拽着青春的尾巴 不撒手 年纪大了之后 有可能是内蜂蜜失调 紊乱呗 肯定是紊乱呗 这原来身体是一个平衡的嘛 肯定是打破了这个平衡 为什么这个年轻的女孩也长痘痘 然后上了年纪还长啊 只要是长错疮 长痘啊 肯定是有火 但是呢 这个不同年龄段 不同脸上不同部位长痘 它意味着火的性质不一样 我们首先说这个年轻的和年龄大的 年轻的长痘 一般都是实火 也就青春期 你比如说十七八岁 十六七岁 脸上长这个长包 一般呢 就是属于中医的说法 就是阳热之期比较盛 有内火 这个当然有的女孩子 专门是在什么呢 月经前 对吧 整个月经周期 月经前期的时候 这个在月经前一个星期的时候 这个火热淤积到一定程度 脸上就开始长包 这个呢 一般从中医的角度来说 都是叫做肝火淤质 肝火淤质 对对对 这样来定位 这个 但是呢 这个到了一定的年龄 也就是我过了二十五岁 基本上青春就算是 青春期就算完了 这个时候脸上再长包 往往会伴有什么问题呢 就是月经的失调 这就是刚才他们说的内分泌紊乱 一个说内分泌 一个说紊乱 中医的说法就是什么呢 叫做下寒上热 没有真正的实火了 叫做虚扬之火 也就是当人体的什么呢 这个阴寒之气非常盛的时候 这个阳气 它就没法在下边待了 它就会逼阳上月 这个阳气就会往上跑 跑到脸上来了 就开始长包 所以呢 我们通常把这种情况 称之为下寒上热 手脚是冰凉的 痛经 小肚子发凉 但是呢 这个时候反而是脸上长包 一般这个25岁以后 或者是34岁以后脸上长包 都是是这种情况 我现在想想折有什么方法 当然这个轻的 我们完全可以自己在家里买点药 这个到药店里买点药 这个调理一下 这个加胃消腰丸 加胃消腰丸就是一个很好的药 就是专门针对女性啊 这个月经前 这个月经前 这个脸上长包 那针对上了年纪长包包呢 用什么方法 上了年纪长包 那个就比较复杂了 就需要吃汤药 也就是你需要什么呢 我们需要什么 下边用温的 上边用清的 下面用温热药 这个上边用清热药 就需要一个方子搭配起来 就没有那么简单 您说的应该说比较严重的 脸上长痘痘的 就满脸长痘痘的 那就是一个内分泌 那还是得通过吃药来调整 那如果比较轻呢 就偶尔冒那么一两颗 看看有什么好的办法 能够调整呢 还是用这个食料的方法 我们看看吃什么能够去包 来 看下一个问题 以下哪一种食物 有疏干清火的作用呢 就可以消除青春痘 青皮萝卜 还是芹菜 还是百合呢 感情感一百位观众 请表达意见 其实这三种啊 都是有轻火的这样的一个功效 青皮萝卜 萝卜嘛 大家也都知道 是有通气的效果 小人参嘛 芹菜呢 纤维是比较多的 同样也有通便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也可以达到这个 这个 消火嘛 消火的这样的一个目的 但是你如果让我选择 我会选择百合 因为在我的印象当中 百合经常是和这个银耳 在一起搭配 夏天是银耳百合 消暑的 对对对 原始更像消火的 清热的 这明显就是一个清热的 对 百合就是只要一说到 这个美容的这个用品里头 百合就是经常提到 第一位 所以你俩都觉得百合就是 百合 好 那我们看看一百位观众的意见如何 接近一半的观众 都认为是百合最好 也有接近三分之一的观众 认为是芹菜 那到底什么样的一些食物 可以帮助这个包啊 长得并不是特别严重的女性 来调整呢 等一下广告让专家来告诉你 好 欢迎大家回到 这张电视台的健康记录节目 无论是对于年轻的 青春期的女孩子长痘痘 还是对于这个上了年纪的 偶尔还会长痘痘的 这些女性来说呢 主要还是身体里有火 那咱们为了清火去包的话 用的这个食材是什么呢 是 青盆的萝卜 对 我觉得刚才今天和那个 试验分析特别有道理 这三样不都能够降火吗 为什么推荐的是金人萝卫啊 对 这个这三个确实都有清火的作用 但是清的地方不一样 百合 我们首先说百合啊 这个百合花啊 这个它侧重于清新火 养心阴安心神 这方面作用比较强 我们说这个百合这个名称啊 这个有几个方面的意思 一个是它本身 这个这个在开始开花之前 这个很多叶片合在一块抱在一起 有一种合的作用 另外呢 由于它更适合于什么呢 更年期的女性 养心一安心神 出烦躁的这种作用非常强 并且呢 有镇静安眠的作用 这个非常适合于什么呢 更年期的女性 烦躁不安 睡眠不好来使用 吃了它之后呢 这个性格就变得非常好 睡眠非常安宁 性格变得非常好 这个夫妻两个就不吵架了 可以达到百年和好的这种作用 所以呢 叫百合 芹菜 这个刚才这个秦天说了 这个通便的作用非常好 当然也有清 这个清干热的作用 但是呢 它清的那个干热 侧重于什么呢 治疗干阳上抗 也就是降血压的作用非常强 也就是它的力量 侧重于降血压 这个当然我们说 这个你说我每天 吃盘这个炒芹菜 可能它通便的作用好 要真降压的话 可能这个光吃这个菜就不行 需要把这个这个什么呀 芹菜榨成汁 每天喝上这么一小杯芹菜汁 它的降压作用就非常好 这个如果是清干火 治疗面部的错疮 最好的就是清皮萝卜 它的这个性味是什么呢 就能够去干火 它就是新凉制品 属于辣的 就是属于心味 然后呢 是良性 所以呢 特别适合于什么年轻人 你比如说青春期的这种女孩 或者很多男性脸上长包 当然我们今天是这个女性节目 顺便也给男性提醒一句啊 算是关爱他们一下 这个如果男性脸上长包 也是吃这个是最好的 这个伴有烦躁啊 便秘啊等等 这个清皮萝卜 通便的作用 清干热的作用 这个消错创的作用都有 那个菜的方法呢 就是做糖醋萝卜皮 这个糖醋萝卜 因为相对于整个萝卜 皮的作用是最强的 皮的作用要比芯的作用还要强 所以糖醋萝卜皮 它的作用会更好 那除此之外 还有没有什么别的推荐啊 也能够去干火 然后也能帮我们消除脸上的痘痘 你像这个什么呢 去干火呢 你比如说小金菊 最常用的小金菊 这个橙子 柚子 这个苹果 这是水果里边的 蔬菜里边呢 像绿豆芽 像佛手 我不知道大家吃过那个佛手没有 就是那种 佛手啊 这个蔬干解鱼 清热的作用也非常强 这是一个南方的菜 对 这个 还有一种呢 就是清干热作用非常好的 就是薄荷 这个可能在城里面种的比较少 一般农村这个家里面经常会种薄荷 那个薄荷衣 这个你像刚才我们介绍那个逍遥伞里边 逍遥碗里边 主要成分就是薄荷啊 这个薄荷我可以熬粥 用薄荷 做薄荷粥 就是非常好的 这个清干热的这种这种这种药膳啊 怎么做呢 这个因为薄荷含有挥发油 不能煮的时间太长 所以在所有的中药里面 它都是后下的 那么我们取鲜薄荷液 你不能和粥一块熬 熬到最后一点效果都没有了 这个一般的做法是什么 我把粥凹好之后 最后五分钟 我才把洗干净的薄荷叶 抓上这么一小把 这个搅到里边 然后再煮上它两三分钟就够了 我发现就是 如果一段时间 我要皮肤状态特别不好的话 我就会蒙头大睡 我就没白天没黑夜的睡 然后我就发现真的睡觉特别有用 睡好了之后 然后那个脸啊 就像做了这个面膜一样 油光透亮的 所以我是觉得睡觉是美容的一大法宝 实际上这个在我们所有的这个美容方法当中 这个最有效又最廉价的这个美容方法就是睡觉 这个因为我们睡觉的时候啊 人这个第一个不运动了 第二个呢 这个不考虑问题了 然后呢 全身放松 人体的脏气功能活动呢 也是达到一个低限 也就是我心率肯定都降下来了 啊这个其他的这个脏腹肾脏的功能也会降下来 人体所有的这个脏气啊 大脑的血要供应量都降到最低 这个时候血液都去供用水去了 都去供用皮肤去了 我都去养皮肤去了 所以啊 我这个只要是睡好了 哎 我的皮肤就能变得很好 无论是暖还是美呢 都是可以帮助女性啊 从里到外的美起来的 但是呢 还有人说啊 对于女人来说 最好的美容品就是保持一个愉悦的心情 那怎么样让女性更加的开心快乐呢 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 我们会为您介绍具体的方法 希望您能够关注我们明天的节目 非常感谢何教授给我们的相关介绍 也感谢我们一百位观众 还有两位嘉宾 早健康记录 过健康生活 明天再见